上一集, 寶藏完蘇黑衣的劇情安排, 前起丁池自己獨立。 前半部,周星馳演的蘇燦不可一世, 洗腳不抹腳是極其囂張, 自信心爆棚。 而後半部,蘇燦人生大逆轉, 全家被抄,流落街頭黑食, 還被人廢了武功。 當初二世祖, 現在二字消沉, 正是了無生趣,生不如是。 你不吃東西,哪裏可以有爹那麼大隻。 吃完它。 不吃,飽了。 飽,飽,飽,飽都要吃, 快點吃完它。 不吃就算了。 快點吃, 快點吃完它, 吃吧。 小朋友? 什麼? 可以。 快點。 出戲從這裏開始轉向悲情, 蘇燦依武功被斃, 雖然還可以行動, 但是整個廢人一樣。 老爸為了照顧他, 還病了。 於是蘇燦依被迫在街頭行黑, 被人蟹落。 有一天, 一個不小心, 走到魚霜家門口黑食, 誰知被魚霜認出, 唉呀, 即時顏面掃地, 雨露蜜那樣。 這段戲, 整段你可以看出周星馳戲露的轉變。 在之前的電影裡, 從來都沒出現過。 周星馳扮演那個角色的面口, 表情很陌生, 沒試過一出戲, 他是做到這麼正經的。 觀眾現在才發現, 原來周星馳是可以演到很悲情的。 好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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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下我這個, 乞兒仔啦。 我爹快要凍死啦。 阿姨仔, 這水炭你要不要啊? 哦, 多謝。 可不可以給我兩個碎碎了? 嗯? 是你呀? 不是我。 姐姐, 是她呀。 不是她, 不是她。 姐姐, 姐姐, 蘇燦啊。 喂, 喂, 等一下。 小姐, 你這水, 你這水啊。 對不起, 我認錯人了。 小姐, 拿點饅頭出來。 你認錯人了, 她不是蘇燦啊。 你好像我一個朋友, 明天沒東西吃, 你就來我家拿饅頭。 我家人少, 吃不完。 饅頭啊, 拿去。 謝謝。 姐姐, 如果不是因為你, 她也不會弄成這樣。 走開。 怎麼回事啊? 怎麼回事啊? 我走開, 她怎麼了? 一萬頭就來咬了一口,我這裡有萬頭,我還給你 這樣也行嗎?我斬了你的頭再還給你,行不行? 你不是撞完爺?是不是?撞完爺? 差點是 真的?撞完爺來的 撞完爺一定要給面 謝謝 慢著,相請不如偶遇 你不要再喝酒吧,我真的會放不下燒酒 鴨匕依嗎? 狗飯到 撞完呢?吃了這碗飯,就放了爺爺 故事角色的轉變是和蘇乞依,她一開始在怡紅縣施捨的乞依 原來這個乞依是丐幫的高手 在夢中就傳了一個睡夢羅漢拳 蘇黑衣的武功不單止 而且還成為絕頂高手 五海無崖 你捨得這麼醜 抹了它也對 喂 黑衣 是 我也是 恭喜你 喂,有沒有東西吃? 沒有 幸好我有 喂,你這樣的造型 不會是食博同情嗎? 浪費一點 關你春天的事 做事這麼懶惰 同學也看不起你 我以前去到島都被人看得起 現在也一樣變成這樣 我就剛剛相反 我一輩子都沒被人看過 喂,聽我說,別走著 聽我說 記得有一次 在廣東 一個傻子的班會吃飯飲酒 叫雞直樂 這樣的人也有 小子 我記得你 聰仔 我也記得你 喂,趕快 把錢還給我頂住 先 那我有錢 我就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你有恩負我 我一定會報答你的 謝謝 心靈 給錢 你都沒有用 你都買不回你沒有了的東西 我沒有了些什麼 精言 自信 還有些心愛的女人 你究竟是誰 好話 再有熊一身 俗好老鬼身 乞意之中 背分之高 志浩自老 做乞意有什麼不好 想走就走 想睡就睡 你都可以一樣 你說吧 你想要什麼 我頂錢你 我想做一個人 你覺得你不像是人嗎 一直以來都不算是 所以你才弄成這樣 你真是年輕人 非常好 非常好 實不相遇 我看閣下從頭頂到腳尺 都沒有一塊不入黑衣的型格 又如何 即是閣下 肯定吃吃吃了一輩子 還是不跟你說 我想先奮陣 不要走 行行出眾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你會是黑衣中的霸主 黑衣中的霸主 即是什麼 即是黑衣 我不管你是誰 我不想再跟你說話 請你放在這邊 不要妨礙我睡覺 撐你的廢了 現在 是不是 你說睡覺 我都跟你在一起 瘋狂 年輕人 我們在夢中相見 在電影的最後 蘇黑衣做了 蓋方幫主 有事異氣風反 但是之前那種囂張 已經沒有了 已經變成成熟和沉穩 整齣戲 周星馳把角色蘇黑衣 一開始那種囂張 然後遇到挫折 整個人變得很頹廢很悲傷 再到後來做了蓋方幫主之後 整個人變成成熟沉穩 周星馳在演繹這個轉變的時候 難以都欺負到好處 趙武記陰謀造反 現在帶人去殺皇帝 你還在那裡猛閉閉 你以為你是誰 膽大包天 你這麼無告官員 可能很多周星馳的粉絲 都覺得武藏原蘇黑衣這部戲 不太好看 因為跟之前的戲相比 他那些無厘頭的成分少了很多 但是我個人認為 其實這齣戲 是周星馳演技變化的一個里程碑 大家不妨有時間的時候 就找這部戲出來研究一下就知道了 幫主,你放心吧 加我死敢嗎?放心吧 講個老禮一點的來聽聽 行不行呢? 行 公祝你福壽與天齊 平和你生神快樂 年年 小個人 夠了夠了 還沒唱完的 等我走了你再唱 好啊 二兄弟 認得我嗎? 發灰形的你 大廚家 二什麼萬個女麗 不公正 是嗎? 你死了 過了 你不行啊 老孔啊 兄弟 鳳梓黑食 有沒有搞錯? 沒有搞錯 拿著手 打你 別走 那知道怎樣啊 石頭猴子 知道怎樣啊 知道多少啊 每一千都給幾百啊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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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香港人看完周星馳的电影之后都非常兴奋 赞赏的赞赏,评论的评论 等人静下来才发现,原来时间过得很快 眨眨眨,1992年已经到年尾了 电影舞藏原《蘇黑衣》在这一年,掀起了最后一股周星馳热,非常持久 使得很多关注香港电影的人开始了一种深度的思考 思考什么呢?就是思考周星馳在这一年里引发的周星馳现象 12月的香港虽然已经是初冬,但是感觉就不是太懒 那一天,周星馳在家里看当日送过来的几份报纸 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分析1992年香港电影市场的状况 这篇文章对这一年电影状况描述的文字就很精辟 这篇文章说,这一年里面可以说是香港电影发展达到巅峰的一年 票房大卖的电影不断涌现,不单只有成龙的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 有随黑的笑傲江湖以东方不败,王飞鸿二男儿当志强 还有关锦鹏导演,张曼玉主演的《飞星国际》的阅灵玉等等 但这一年最突出的应该是周星馳 他一手制造了香港票房的神话 除了和杜吉峰合作电影《沈死冠》 创作周星馳重映以来票房最高纪录,荣登年度十大卖座电影第一名之外 一部可以说得上是香港最成功的喜剧电影之一的《加油喜事》 已成为年度十大卖座电影第二名 另类有《陆顶记忆》《神龙教》的三部电影 在此 第四和第五位 这一年应该是香港影坛的周星馳年了 周星馳年 周星馳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 他第一个感觉是很新奇 因为在星光熠熠的香港影坛 很少会出现传媒对一个演员这么特别关注 而且在报道里面用他的名字来代表这一年时间的电影成就 所以对于这种名誉 周星馳是一个深雪填出来的 他亦都因为这样想起自己在这一年的事业和生活 的确 这一年确实是周星馳从影至今最辉煌的一年 虽然周星馳只有七部电影文绩 但大多数都有不错的业绩 年初的首部作品《漫画威龙》 这也是1988年进入电影圈的周星馳第一次遭遇的挫折 但这样的经历令周星馳很快成熟起身 亦才有了这一年接下来的成功 第二部电影《加油喜事》是1992年春节党的《賀岁电影》 由于《賀岁电影》的概念在香港影坛第一次提出 再加上除了周星馳之外 还有张国荣、张曼玉等一班明星一起来演 所以票房就大获成功 电影亦都成为香港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喜剧片之一 接下来的作品《淘学威龙2》 是1991年拿到年度十大卖座电影冠军的影片《淘学威龙》的组集 吸引了很多看过《淘学威龙1》的观众 在1992年夏季推出的《審死官》 就令周星馳走上自己事业巅峰 这部《審死官》令周星馳第一次名利商心 电影不单止创了周星馳重影以来的票房最高纪录 周星馳还凭着这部电影莫得总亚太电影展最佳男主角奖 到了第五部作品《陆顶记》取材于武俠小说大师金庸的同名长篇小说 是周星馳和导演王晶合作推出的电影 一经上映,立刻社会上反映强烈 趁着这部势,他们又推出续集《神龙教》 虽然成绩不够第一部好,但在香港影坛亦都可以叫作可圈可点的作品 1992年底上映的最后一部电影《武藏元素黑衣》 就是周星馳第一次尝试悲喜剧风格,还非常成功 这样数一下手指计计,周星馳在这一年一共演了七部电影 竟然有五部,是入了1992年的香港年度十大卖座电影排行榜 即是占了一半,并且前五名都是周星馳的电影 他们分别是审死官,家有喜事,六顶纪,武藏元素黑衣,和六顶纪而神龙教 确实,一个人独占排行榜前五名,这个在香港影坛还是第一次 不断说这一年是香港影坛的周星馳年,一点都不奇怪 我想到自己这一年的成绩,周星馳忍不住笑出来 接着周星馳又想起他眼里的香港电影市场 在90年代初,正好是香港电影最繁荣的时期 这也是周星馳应该觉得很幸运的 他的成名作正好是1990年的一部一本漫画闖天涯 之后他就开始不断发展 这个时期,传统的古装武俠电影在市场上就成为了主流 在观众里头就有很深的影响 此时之后,周星馳的毛利头电影在影坛里面就显得很突出,很新鲜 你说他前卫又好,好吧 总而言之,毛利头的表演风格是周深第四和九的特色 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这种毛利头的表演在周星馳的演绎之下 就经意是冲神入化了 可能有些朋友问,喂老友,你好似漏了一部电影没有和我们一起分享 不用了,留下了《陶学威龙2》 《陶学威龙2》虽然没有进入香港电影的十大排行榜 但是,对于周星馳的电影来说 《陶学威龙2》不单只一样搞笑,还很值得珍藏 相信很多周星馳的粉丝都能背出台词 试问这么精彩的一部电影,我又怎会漏呢? 只不过,事情是有轻重缓甲 跟大家说了一些重要的电影之后,回头再来看《陶学威龙2》 说回1991年年底,周星馳接受了陈嘉尚的邀请,再拍《陶学威龙2》 这部电影的灵感,最早是来源于美国片《轰天少爷兵》 但是《陶学威龙2》里头,唯有是恐怖分子进占学校和这部《轰天少爷兵》有点相似 其他就完全不同 导演陈嘉尚说,剧本从构思到开拍只有两个月 实际工作日才有35天左右 由于周星馳档期比较紧,所以就要尽快拍完 这部电影在创新和票房方面,在1992年来说其实不是太突出 但是他对周星馳就有另一个意义 什么意义呢? 就是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周星馳认识了他的第二个女朋友,朱一 当然了,周星馳的厌情史,又或者周星馳的罗曼史,并不是我们这部周星馳外传的重点 如果大家想了解周星馳的感情生活,在这里我就帮不了大家了 自己可以去看这八卦周刊 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回周星馳的电影里面 陶学威龙二说的是周星馳和曹达华 因为上一集立了大功,走去见新上司王莲鱼 看怕升职加身就没走鸡 曹达华这个人本来就汇琐自私 但是在女上司面前就扮正义扮勇敢 两个人还过了电 于是曹达华得迷入了重案组 而周星馳就不知为何被人调去交通宝 这部电影当然不信 有一次,重案组调查一宗恐怖组织滲入学校的案件 原来这家学校是周星馳上一集臥底的那家学校 曹达华为人漏漏漏漏漏漏 哪里能够办呢? 就去找周星馳帮忙 周星馳为了口气也好 为了自己功名也好 他宁愿不要份工 自己自费回到学校做臥底 来帮曹达华破案 到最后,经过和恐怖分子的一群火瓶 就终于破了这宗案 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将陶学威龙2的一些精彩的电影片段 就放在下一集 大家千万要留意